续 自己设计中文输入法的乐趣 电脑虽然有许多功能 但最常用的功能之一就是打字 我们不该把生命、时间浪费在打字上 应该想办法把中文打字简单化 不管你是用什么中文输入法 都应该是最简单、最有效的中文输入法 尤其是一些经常使用的条文更不应该一个字一个的打 而是想办法、一句一句的打 希望这种输入法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作者苏盛宏靖上2023年1月16日于高雄 1.如何自行设计中文输入法 今天我找到了一种方法 就是把常用的文字条文建立在一个档案上 然后在每个文字条文前面编一组号码 或是用英文字串作为编码 在编码与文字条文之间以空一个空格作为分格 编好所有的文字条文后存档 编好文字条文后记得要存档 然后再执行主程式 就可以利用刚才的编码方式作为输入码 举个例子来说 将文字条文编码如下 12.电脑虽然有许多功能 23弹最常用的功能之一就是打字 34.我们不该把生命 45.时间浪费在打字上 56.应该想办法把中文打字简单化 67.不管你是用什么中文输入法 78.都应该是最简单 89.最有效的中文输入法 101.尤其是一些经常使用的条文 更不应该一个字一个地打 111.而是想办法 121.一句一句地打 编好以上文字条文 记得要存档 执行主程式后 打开记事本或word文书处理软体 然后在键盘上打12 就会在记事本或word文书处理软体上输入 电脑虽然有许多功能 在键盘上打23 就会在记事本或word文书处理软体上输入 但最常用的功能之一就是打字 以此类推 在键盘上打34 就会在记事本或word文书处理软体上输入 我们不该把生命 在键盘上打45 就会在记事本或word文书处理软体上输入 时间浪费在打字上 这样是不是很快 很有效率 很有趣 除了以上句子的设计方式 你也可以用语词的方式来设计 更可以用单字的方式来设计 为了方便读者的把电脑里的中文单字找出来编码 我就把中文电脑里的编谷字集整理出来如下一章节 读者只要把编码的部分按照自己喜欢的编码规则自行填入即可 即把XXXX改成你的编码即可 说明以后的编码是在网上的编码中文章节上用设计方式来设计者的编码